最近呢,很多准备要买房子的粉丝呢,纷纷给我发来试信 在买房子,主卧门口的朝向,到底有没有讲究呢? 其实啊,从专业的风水学角度来说,是非常有讲究的 为什么呢?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 三种设计主卧门口的朝向呢 是不利于人们居住的 那三种呢,很简单 第一种呢,就是主卧的朝向正好是卫生间 为什么呢?有科学道理吗?还真的有 你看,卫生间呢,是湿气最重的 要是呢,你不注意卫生,里面湿气又重 刚好冲出来的气呢,就进入了你的主卧 所以叫风水,风水,风就是气体的流动 久而久之呢,对健康是有所影响的 第二呢,主卧的朝向呢,这一部朝的就是厨房 为什么呢?你想啊,厨房就是煮东西的 经常在那边煮东西,油烟呢,就会出来 油烟出来呢,就正好朝着你的主卧的话呢 久而久之,空气上的质量也是很有影响的 第三呢,就是大门 注意了,大门的话呢,有时候开着 外面是人来人往,有说有笑 要是中午,你看,刚好在主卧休息 大门又开着,外面笑嘻嘻吵喳喳 那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休息 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呀 风水学可不是什么迷信 而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可别忘了 点击关注我